她的使喚是 換掉奶啊 尿不丟一下啊丟一下啊 你還不丟快啊 不爽欸 就搬給我一個人 然後在這邊哭 我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遺憾 我本來今年有規劃 太長時間了 算了算了算了 都算了都算了 爸爸的願望都算了 余香圈柔柔瘋狂 湘南鄉下 清土2023年最大的遺憾 大家好我是余香圈 大家好我是柔柔 祝各位三里現往的 觀眾朋友們 龍年行大禦 女鄉圈柔柔夫妻 佐渡三里新光網 來和大家拜年啦 或是她要待在我家過的 對啊第一次 第一個過年 初二是不是有穿 回娘家 我也沒有在他們家過年過 因為每年過年我都是回新竹的 她就只有這 這過年期間有放鬆的 稍微放鬆的一段時間 現在連這段時間 都沒有都已經被沒收了 對沒了 以前初一 然後初四 初一 初二 就是我放假的時候 對 現在沒有 不要妄想什麼放假 沒有放假 我們這菜還蠻豐盛的 有時候會用叫的 然後有幾個菜是我們家 一定會有的 比如說 蹄床 火跳牆 非常沒有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所以就不一定 精華火腿 那個火腿 是一定會有的 不曉得 還沒有 還沒有拿到 不知道 對不對 我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遺憾 我本來今年有規劃 本來大概是在這個時候 要去做3G一趟 美國一趟 因為我非常喜歡老邦健 可是就是小元寶出生之後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去 本來是規劃我跟他規劃15天緊繃 我們就是排15天這樣去那邊玩 可能要等到小孩 兩三歲過後才能去了 我已經一歲就可以了 一歲他怎麼坐飛機 而且長途飛機怎麼可能 如果去個什麼香港之類的 還可以 對啊 太長時間了 都算了都算了 爸爸的願望都算了 明年我就希望我可以趕快瘦回來 身材趕快恢復 今天賺不來 身體健康還蠻健康便宜 肺很厚實 然後他就爆了 每次他給小 抱小元寶小元寶走 這樣子活著一直這樣往後倒 魚翔圈柔柔從結婚到升格新手爸媽 新的一年還是瘋狂相愛相殺 就轉變很大的一年 對因為我們2023年就結婚 然後生小孩 就到另外一個階段了 就升格成人 富人墓 你才會知道 做爸媽的辛苦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現在反正我就是 有了專屬費用 淚風好累喔 爆炸 炸 基本上是炸的 就是從月子中心回來之後 就是超級無敵爆累的 因為他就是4小時要喝奶一次 然後我們就是要輪流 可是有時候他吃完安眠藥之後 他就睡死了 小孩哭聲 他是完全聽不到 清醒的時候就是 爆炸乾了 對就要叫他去泡牛奶 然後尿布拿去 對 尿布拿著 丟到尿布 他只能就是 使喚他 因為他換尿布他也不太會換 他會讓小元寶露尿說 你明白嗎 他剛剛講什麼 他會使喚 他使喚是 尿布丟一下丟一下 你還不丟塊啊 沒有在節目效果 沒有在節目效果 沒有 沒有在節目效果 現在沒有在做效果 他抱負你都一直摔啊 不是 對啊 很不爽耶 就搬給我一個人 然後在這邊打 因為我就覺得他回來那麼久 他應該會自己知道 要做些什麼事 對 就不用我在講啦 對啊 還要我在講我就很累耶 我一定要照顧小孩很累 現在在節目做節目 沒有啊 像今天起床 我起床的時間 剛好就是他 11點吃奶那一餐 我也是 你不要看 我也是6點 我也是拚到6點才睡耶 對不對 11點起來 欸 他那一餐他完全不睡覺 完全不睡覺 到3點多 他已經快要喝下一餐了 他還給我睡著了 15分鐘馬上又起來 嗯 可以交男朋友吧 18歲 太晚了吧 沒有 可以啊 交朋友可以 男朋友18歲 我個人覺得啊 然後他就問我說 啊你自己有嗎 我說沒有啊 對啊 他自己都不是18歲 交那個女朋友了 我是男生 女生不一樣 我也不是18歲才交男朋友啊 他到時候知道 這個新的一年馬上就要開始了 祝三立新聞網的朋友們 祝各位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祝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龍年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開心 天我明天就客氣笑 心想死神 幸福滿滿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都擁有 Bye 龍這一切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